那在昨天2點50分左右 那消防局接獲報案說有一名民眾在洛少 附近查水源的時候不慎摔傷 頭部流血 那他 立即到洛少監工站 求救 那由洛少監工站的 值班人員以及110 那個 警察局 報案 致電消防隊 那我們隨即就派遣救護車上山 準備進行救援 那在 179K台發線179K附近 發現 路面貪方 救護車無法通過 那由 特魯格公務段的工程機具及工程人員進行搶修 那因為路段無法通過本局人員先行 返回隊部 那因為路面搶修的進度沒辦法讓我們順利 前往 受傷民眾的位置進行救援 因為天氣 良好 能見度高 所以由空勤總隊的航空器進行 吊掛 那落地後有本局的救護車後送 前往 他是因為 跌倒 有頭部外傷流血 那在本局醫療指導醫師 通話進行指導以及 泰魯格公務段的值班人員進行協助之後 有初步的把血止住 那因為 外傷還沒有就醫 傷者表示他有一些身體發冷的情況 無法使用 免疫情 頭部外傷 是